《A Star Is Born》 第一輯有我,莫文維 8月1日正式上線 我一長跳的時候 全場觀眾都會拍手支持我 那時我都覺得起了雞皮 這就是舞台上我尋找的那種力量 我經常有想想怎樣可以走下去 因為沮喪是每個藝人都會經歷的一件事 然後因為我入行的時間不是短 而又經歷了不同的公司的轉變 在入了行之後都再參加了很多的比賽 所以我是一個不容易放棄的人 亦都會不停地找機會和方法 去繼續走我這條路 我就是簽環球之前 我又和自己再重新整理過這幾年 我是否很確定未來都還要繼續走呢 那我就要再分身地一搏 所以最後才再加入一間 那麼大的唱片公司 有兩個動力 一個就是給我的更好的生活 雖然大家聽起來好像 什麼啊 沒有關係 但他們的確令我的人生 多了很多開心和幸福的時刻 大家都說做藝人壓力很累 但我每次回到家 跟他們玩和聊天 想像他們如果他們可以住在一間大的屋 然後走來走去有花園 我要買多些貓架給他們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這個是第一個動力 第二個動力就是 我每一次覺得失意的時候 我都會看Super Bowl 即Lady Gaga和Beyonce的Line 對於我來說 就是那股震撼力會令我 炎點回起我對舞台的熱誠和憧憬 我會幻想 有一天我都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大的Line 有這麼多觀眾 然後就是 一直給自己努力的一個原因 有兩個舞台我也很難忘 第一次去台灣參加希望致勝的踢館賽 去到人生腦袋熟的地方 但是我一唱跳的時候 全場觀眾都會拍手支持我 那時候我都覺得 哇 起了雞皮 這個就是舞台上我尋找的那種力量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全民造星的總決賽 經過完幾年的入行經歷之後 我找到一個很喜歡的唱跳的模式 然後我在最後的那一場 我就呈現了J.Lo的舞台 然後就算台下是沒有觀眾 因為那次是疫情 沒有觀眾在台下 但是我在STAR HALL 我也是自鞋 很開心 太開心了 因為是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最近身體有一個警號 就是不知為什麼 太餓了 對啦 又會吐 然後我那天拍摺之前的MV 吃東西吃了幾口 不知為什麼會吐 然後錄完歌 我可能累了會有吐 所以我就問書老闆 我這陣子經常吐 然後他說一定是壓力大 然後他說他有一段時間 他比我嚴重 他一天都吐 然後他去了一個東南亞的國家 然後他去教學放置一個休息 就好回來 但是我現在不能去旅行 覺得都需要等一陣子 才能釋放到這個壓力 他要問他 因為如果會有空 他一定會有空 他也會有空 他就不去旅行 然後他就要去旅行 他就不去旅行 然後他就不去旅行 他就不去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